一马公司弊案关键人物高盛集团前银行家黄宗华 上个星期五引渡到美国受审后 星期一在美国纽约法院面对三项刑事控罪 但他全盘否认 法官允准他把外但必须带上脚料 扣留在纽约市一间住所 黄宗华的律师就直言 软禁在纽约总好过囚禁在我国监狱 随着我国政府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 高盛集团前职员黄宗华 上个星期五被引渡到美国 面对和一马公司相关的三项刑事指控 他今天在纽约法院面控 不过他否认有罪 法官允准他以2000万美元 也就是大约8300万令吉保释外出 条件是他必须带上脚料限制行动 同时软禁在纽约市内一间住所 黄宗华现身法院对比以往看起来销售许多 他的代表律师艾尼菲罗透露 是他说服黄宗华被引渡到美国受审 不过当事人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艾尼菲罗更直言 虽然黄宗华被软禁在纽约市 但总好过监禁在我国监狱 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星期一 发文告指出根据我国和美国达成的协议 我国同意暂时交出黄宗华 并将他引渡到美国10个月 让美国检控单位进行相关司法程序 至今一直下落不明的一马丑闻 关键人物刘特佐 透过发言人透露 基于政治动机 政府一直把矛头指向前朝加以迫害 不但进行公开审判 还滥用逮捕令 他感到庆幸黄宗华成功从我国 这不人道的监狱环境获救 逃离一位曾经滥用司法制度 摧毁政敌的领导人掌控 现年47岁的黄宗华 曾经是高盛集团 东南亚行销和贸易负责人 在2014年4月离职 美国司法部指控黄宗华 在2012年和2013年期间 为一马公司发行债券时 串通刘特佐贿赂我国和阿布达比官员 以及帮助一马公司洗黑钱 涉及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 一旦醉成黄宗华将面临30年监禁 而是否所存在的 优优独华 欢迎订阅